那么嫌疑人究竟对徐玉做了什么 使得孩子毫不防备的被骗了9900块呢 他们又是从哪儿得到了徐玉的个人信息的呢 或许下边的内容会引发很多的反思 警察查明 最先打电话给徐玉的嫌疑人叫郑某某 是福建泉州人 他在电话里的身份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发了学生助学金 然后就是说如果要领起的话 今天是最后一天 你要跟某某财政局工作人员联系 这样子 然后他就叫我把号码给他 接下来所谓的财政局的工作人员登场了 郑某某给了徐玉一个171打头的虚拟电话 当徐玉拨通之后负责接听的陈某某 他也是诈骗团伙的组织者 然后就是顺便查一下他卡上面有多少钱 这样子 听说徐玉银行卡里有一万块钱的学费之后 陈某某就实施了最关键的一步 他以激活银行卡为名 让徐玉把卡里的钱转到所谓的财政局的账户上 之后就谎称会把学费 连通助学金一起返还 这是徐玉的报警录音也是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的声音 嫌疑人只打了两通电话就把一个心地单纯的少女引向了死亡 嫌疑人着实可恨 但是想要诈骗成功的有许多必备条件 首先就是他们是怎么掌握徐玉的个人信息的呢 要知道他们当初打的并不是徐玉的电话 而是徐玉母亲的电话 这是连家庭信息都掌握的节奏 再者就在被骗的两天前 孩子还办理了助学金手续 正是在这些前提之下 徐玉才对骗子深信不疑的 那么孩子的信息是在哪个环节上被泄露出去的呢 记者特意来到了当地教育局 见到了负责办理此次发放的资助中心负责人 负责人表示 他们绝对没有泄露过徐玉的个人信息 不是教育部门泄露出去的 那是哪出了纰漏呢 还是来问问嫌疑人吧 嫌疑人表示 徐玉的资料呢 他们是从网上买的 而且买的很便宜 一条只要几毛钱 警方顺藤摩瓜找到了向陈某某出售学生信息的人 他是四川级男子杜某某 但是呢 当警方找到杜某某的时候 这人的模样令人意外 他只有18岁 跟被害人徐玉差不多大 我就看到那个人 他连续几天一直在留言 就问我在不在 然后我就说在 然后他说他就 他说他想买就三东林一的考生信息 杜某某承认 学生信息都是他卖给诈骗案组织者陈某某的 共卖了十余次非法获利 一万四千多块 那么杜某某的这些信息又是从哪来的呢 警方证实杜某某是一名黑客 专门从事网上窃取个人信息的勾当 而许宇的个人信息就是他攻击了一个网站之后获取的 是一个高考报名系统 网上报名系统 然后当时就看了一下 然后按照经验感觉 他可能存在那个问题漏洞 然后就测试了一下 然后确实存在 就上传了一个木板 然后获取到网站的权限 杜某某攻击的正是山东省 2016年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 他在上面下载了大量的考生信息 并且在网上出售 这个消息真的是让很多人不安 这么重要的网站 为什么会这么轻易的就被攻破了 这位是反诈骗专家刘洋 他表示目前的一些商业网站 和相关部门的网站 都建有数据库 存储了大量的用户个人信息 如果这些网站不注意防护 就有信息泄露的危险 要专来防护 另外他有这种安全的意识 因为其实整个的网络攻击也好 他都是实在是时时刻刻的 每天有很多都在发生 所以他每天 他就对了个人的安全意识也有 网络时代如何做好信息防护 真的是个重要问题 其实除了信息被盗取 还有两个值得警惕的细节 嫌疑人获得了学生的信息之后 他们在网上找到了专门的诈骗剧本 他们行骗的时候的电话卡 也是从网上买的 买171和170的需要你出示身份证吗 这个不是一样 不需要我出示身份证 只要汇钱就可以买到吗 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您遇到了171和170开头的电话 一定要谨慎对待 因为里头很可能就潜藏了阴谋 徐域的死亡带来的这个警示和教训 也足以让我们对于电信诈骗更加谨慎 可惜的是生者可以总结教训 已经逝去的却永远回不来了 徐域生活的小院依旧 门窗依旧 门前的石榴树已经结果了 当地人喜欢在门前种石榴 遇着家庭多子多福 可是小女儿的去世 成了徐家父母永远的伤痛 他们珍藏着女儿的那篇 我的家庭因为文章结尾 徐域还发下了这样的誓愿 父母已年近半百 过了半辈子 还没有跟我们姐妹俩 想一天的清风呢 所以我一定要很努力的学习 才能报答我的父母 正是这种触动人心的伤痛 让徐域的遭遇 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人们亲眼看到了 个人信息的失手 所带来的伤害有多严重 改善这种状况 有多迫切 多有必要 2016年12月1号 央行发布了一条消息 从即日起 在ATM区块机上转账之后 可以在24小时之内 向发卡银行提出申请 撤销这笔转账 这也无疑是个 非常有利的补救措施 与此同时 我们自身也提高防骗的意识 毕竟这是需以用生命作为代价 感谢观看